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之前叫Square的公司 在台湾分公司的负责人Wen 他在科技的硬体制造跟金融科技 也有15年的资历 先后带过三家国际公司 包括鸿海、Dale跟现在的Square 他专精于供应链的管理 还有硬体的营运 他其实是政大的外交系毕业 澳洲新南威尔斯商学院硕士毕业 之后到科技业来任职 好 我们今天来欢迎Wen 嗨 Wen 欢迎 嗨 你好 Katy好 IC好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受到邀请 来参加这个矽谷华人盛会之一 然后也非常 没有没有 然后就是知道Katy是 有百万粉丝的这个 就是一个blogger 然后IC是我从大概三四年前 在看荆州刊的时候 就有非常注意到的一位专栏作家 然后他写的文章我觉得都非常的 我每次在 都觉得哇 好有见解 就是那个不一样的一些观点 然后我觉得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个录影 谢谢Wen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称赞 那其实我觉得其实都是缘分 我跟Wen其实有非常多共同的朋友 然后也是认识之后来发现说 哇 原来这个真的是世界很小 但是也很大 这个不同的时间空间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错过 但是最近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天使投资 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 会介绍不同的人 那Wen就是他过去的老同事 我们曾经也访认过的Felix 来介绍给我们的 那我们来聊聊关于Wen你的这个背景好了 那Wen是怎么样从这个外商 外交跟商馆的背景 然后进入制造业 然后又经历过几次的这个转 转职到了一个西谷的外商公司呢 嗯 还蛮开心可以分享这个过去的经历 实际上呢 当时会进入鸿海 不是我的首选 我当时在 在硕士要毕业之前 因为我是学财务管理的 我的首选实际上是国 就是投资银行 那因为有一个我当时很想要拿到的那个机会 没有拿到 那我心里就想 那maybe台湾有这样子 就是鸿海当时在找一群从海外回来的新干版 那了解了那个机会以后 就觉得说 从台湾最大的这个公司之一 去看看观察为什么它可以成长到这么大 那过了三十几年都一样是业界的就是龙头 那想要进去里面看看为什么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契机加入了鸿海 然后参与了从第一代的iPhone这个专案 那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想想 我觉得有时候你失去的可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我其实在鸿海的期间 我觉得认识了非常多我生命里面 现在觉得是很重要的伙伴 包括我的先生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多优秀的伙伴 像刚才那个 Felix IC分享的 对就是Felix 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那其实我还认识了好多好多朋友 他其实影响了 我后来为什么加入了Square 譬如说IC也认识了Jimmy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缘分 然后帮助我一直一直在成长 然后达到我每一个阶段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契机加入了制造业 那我在鸿海大概待了将近四年 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那我们决定要回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明确的设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制造业的经验 我想要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科技业 所以当时有很明确的目标 那我也很幸运的加入当时的 就是戴尔电脑 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因为当时那个时间点是 戴尔要把整个上海的研发营运中心给关掉 然后要把整个团队在台湾重新建立 所以我因为那样子的机会加入了戴尔 然后也了解了不同的产品 然后在品牌端怎么去管理案子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在加入Block 就是以前的Square之前的这个经历 那我也可以稍微聊一下 就是我在这两个公司比较high level的观察 其实我在鸿海的时候当时很shock 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产现 然后不知道东西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可是在尤其是跟苹果合作的过程当中 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深深刻的 不管是他们对于案子的drive的程度 他们demanding的程度 他们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他那个很大的程度去 也帮助我很快很快的成长 那我从制造业这边 我去见证了什么叫做从零到无限多 我觉得这个是你没有看到 你很难去相信 哦原来东西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那从一个 就是从一个学生毕业以后 进去鸿海那样子的训练 我也是永远都觉得很感恩 我的老板也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鸿海 我们以前就是很常说的一句话 鸿海 always就是把女生当男生用 把男生当妻生用 所以这是一起来 我觉得我在科技业界 我不觉得我因为是女生而有什么样 不一样的代理 我觉得我在鸿海那四年的训练 尤其是从iPhone1做到iPhone3跟4 我觉得那整个训练是很加实的 不管是你培养出来的 对于执行力的信心 然后你要交付的程度 我觉得那个训练是我永远感激 我当时不合理的老板的要求 我当时不合理的客户的要求 因为那个教会了我什么 真的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 我常常在跟我先生开玩笑 就是我发现我们因为鸿海的训练 我们很擅长last minute的deliverable 尤其当你有很多的 不同multi-tasking的时候 可是对你always有办法 就是在最后一刻 教出你自己当时最满意的状况 我觉得不只是人生 就是生活上的事情 然后还有公司上的事情 我觉得那一段训练 然后我也觉得很幸运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给我这么深刻的体验 它其实帮助了我后面在戴尔 还有在block的一些做事的方式 然后还有相信自己什么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种思维 这没有两个延伸的问题 谢谢这个为了分享 那第一个因为这个 Apple的开发 你会不会因此就对Apple的产品特别有感情 然后特别相信Apple的这个硬体 和产品的实力 这是第一个好奇 第二是说 那你们这群新干曼也有些人陆续离开 有人也许活不这么多人留着 那你觉得这个离开跟留着的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不同 还是说就是大家对于后来人生的 或是工作上的规划 开始出现了一些各自 的话你蛮多人都到了外商 那是不是一些工作啊 或者是工作地点的差别 造成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都是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对于Apple的信心 我相信Apple会recruit的人 跟合作的人都一定是Tim A 所以我对于technical上面的这些技术 甚至operation上面的这些要求 我的确对他们的信心度很高 但因为我了解了那整个生产 从一开始到ranking的状况 所以我再怎么喜欢Apple的东西 我还是会等一段时间 让他更 就是等到他运过去更顺利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insider的一个inside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我不见得会第一时间 去做新产品的购买 新推出的那个产品 对对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 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都陆树的离开 那你的观察也非常的 就是有关联 比如说地区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大家在制造业 或者是不管在哪一个公司 一段时间 尤其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 他的确会想要去试试看 外面的机会 那当你的connection 一样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很容易就是会 直接到你的 比如说你的对岸去 然后去 供应商或者是客户那边 对客户那一边 对我们有到供应 也有人是到供应商那边去的 因为你可以很快的 把你已经学好的技能 你的知识 去应用在你的新工作 跟新组织上面去做贡献 同时你还可以再去学习 用不同的观点 去补强你之前 其实在制造那一块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正常的一个 转化的过程 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要 学不同的东西 有新的不同的exposure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些改变 我这边对于Win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你在鸿海然后到Dale 其实都是一个很solid 然后以硬体为主的一个公司 那怎么会想要加入block 因为block其实大家对它的想象 它就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 然后应该是软体建厂 那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会让你想要加入这个矽谷 应该是很早期 那时候加入的时候 它也是新创公司吗 我加入的时候是刚好IPO 没过多久 对 所以还是非常的 Good timing 还是非常的这个 新 然后一直都有创业的这种精神在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历程 它尤其跟我在这个国座 红海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它真的带来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 我就从我在红海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是非常资深的RF工程师 那他因为长期在中国工作 他去观察中国在支付宝 还有微信支付上面 在那短短的五六年 就是2010年以后的那五六年 是快速的成长 所以他对于这个industry 他是非常有热忱 跟有兴趣去研究 所以因为这一个原因 他也知道说 美国有一个square这个公司 所以当时我在跟他聊天 每一次他回台湾的时候 我们因为关系蛮好 然后都会聊 比如说对于业界的一些 有没有什么新资讯啊 就是就像朋友一样的交流 所以我是在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从我这一位RF工程师 这边得到了这个资讯 那我在2015年底 应该2016年初开始 因为我当时第二个小孩 一岁左右 那我觉得 我整个小孩子的作息 我有两个小孩 那一岁的这个小朋友 他也已经作息固定了 所以我开始把重心 再移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然后我去思考 我如果要再做一次转换工作 我想要加入怎么样的产业 怎么样的公司 那其实金融科技业 一直是我很有兴趣的产业之一 可是我也了解 我的背景其实还是硬体为主 那刚好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 也是我政大的学长 然后也是我鸿海的学长 就是Jimmy 那时候我看到Apple有一个 有一个直缺 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个直缺怎么样 他说 他当时跟我讲 那已经六年前了 他就说 现在Apple的文化不太一样 不过最近呢 我有一个Apple的前同事 他加入了Square 他问我有没有referral 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我听到Square 又是Fintech 因为我知道台湾 知道的人不多 可是我刚好就知道这个公司 那我就很有兴趣啊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可是 这个是contractor哦 然后我心里就震了一下 我就想说 我有两个儿子 然后我当时有两个房子 那我就想说 哇这是一个big risk 因为对于亚洲的印象当中 contractor就是约聘员工 他其实工作比较没有保障 所以我其实在他跟我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稍微 就是思考了几天 我没有决定 我要去Apple这个工作 然后我也很感谢Gini 他再过了快两周 他就聘我说 他说你那个工作 考虑的怎么样啊 那个朋友在问我 也就是我现在的主管 我说我是有些疑虑 不过或许可以聊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聊了 那其实我觉得 我一开始 Top of my mind 就是想要去了解 为什么这是一个约聘的缺 而不是一个正直的缺 我从一开始都是用很坦白的方式 去把我的疑问 在这个interview过程当中去 去理清 那我的主管就跟我说 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法人 在设立的过程当中 他比较复杂 所以当时我跟他谈的时间 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两年 可是就是没有成 所以这是为什么 那个缺当时是一个约聘的缺 那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他很希望我在中国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的家庭还是在台湾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可是我也跟他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也可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直觉就是告诉我 这个主管是可以信任的 因为在我跟他的第一个call 我问他的问题 他都尽他的能力 跟指导的范围 去告诉我 我需要指导的资讯 那当我了解到说 哦他的team member呢 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月 要到亚洲出差 我自己就跟他提说 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 去他出差的地方 我想要去看看你的team 我想要去看看你的供应商 我自己出这些飞机票啊 还有饭店 我觉得都很OK 因为在30岁以后 就是我当时其实是30出头 的这个转职 我会特别的谨慎 他可能也从来没有人跟他 有过这样的要求吧 他就也很说OK啊 没有问题啊 他也很welcome 所以那个是我一开始 从interview的过程当中 我都觉得 哇这个公司很有趣 什么都可以谈 那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很坦白 你可以很open的去 把你的疑虑讲出来 很多事都是可以work out 所以我就真的飞到那边去 然后去跟他的team聊 然后去看看他们目前的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 整个供应商的状况 那回来也用 因为他 他其实就希望我加入 可是就在于地点 然后还有我对于约聘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谈了 然后 这个把人设立好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commitment 就是的确这时候在进行 我们的方向不会变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吧 那或许它是一个 可以去take the risk 然后 再来心里也想 就算真的不work out 半年 其实还是有很多 我本来的这些connection 还有产业的机会在啊 其实你 并不是说你这个工作 你没有成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当时没有这么想 那我觉得我在当时 我也很感谢我先生 他在我很犹豫的时候 他的确退了我一把 说你就去试试看啊 没有关系 所以更有趣的是 当他问我 那你的 你的这个薪水 你有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坦白说我当时没有 expectation 但是我也不想要随便讲一个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给我薪水 我说前三个月呢 对我是真的让他讲 我说前三个月 你不用给我薪水 因为我也觉得 今天不是你interview我而已 我也希望 这三个月也是 我对于你 你对我来讲 你也是profession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三个月的出差时数 就公司处理 然后我们用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的这个performance 我们再重新 evaluate 我们要怎么谈这个package 其实我很感谢当时他 愿意接受这个deal 让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彼此去观察 这真的是一个right company吗 这真的是一个right candidate吗 如果彼此都是 实际上对于你后面 想要谈的coms跟perks 都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立足点 尤其当时我并没有 很熟的朋友在 这个公司里面 有一些reference给我 我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还蛮感谢当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那样的idea 然后跟他谈 然后主管也愿意这样支持 所以其实从这一些事情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的文化 它是很独特的 那这也是我一直很感激 当时有这样的机会加入这个公司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中国的法人设立好 台湾的法人设立好 把这个区域的团队 也慢慢的让它变得更加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 愿意去冒这个险 然后跟这五六年来的 这些成长的转变 其实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那我其实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2018年19年 忘记是哪一年 然后我看到了 当时我已经在Square 两三年了 然后我看到那个 阿里巴巴的执行副董事长 蔡崇信先生 他有一篇文章 他说他当时加入阿里巴巴的时候 是放弃了70万美元的年薪 然后跟阿里 跟那个马云自己提说 你只要给我500元人民币 一个月就好 他说我觉得你需要 法务人才金融人才 他就把他觉得为什么 蔡崇信可以帮助他的事业 他就把他讲出来 然后他的确基本上 就是五星的加入这个公司 然后他给了 他在那篇文章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 我非常可以很贴切的去理解 他这整个过程 当然那个整个成就是差很多 可是我很感谢当时 我也做了很类似的决定 他说呢 只要是下行风险小的风险 这个你是可以去 因为你的上行的 是无限大 他说他当时也是觉得说 反正不成的话 他再回他的老公司 或者是回一般的金融业界就好 可是的确他这个 这个risk他现在 人家说他是全世界 最有钱的打工仔 我觉得这个是当时 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过程 我没有办法 自己太去 frame出来说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看到了 蔡崇信的故事 我就觉得 很感恩当时的自己 跟我的partner 就这样子去鼓励自己 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还算 有趣的故事 尤其是年轻的talent 就是如果我在有两个儿子 两个房子的这种压力之下 我愿意去take那个risk 那其实没有什么 constrained给我们更年轻的 young talent去做一些 去take一些风险 做一些新的尝试 我觉得问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的有启发意义 不过台湾的听众 其实对于过去叫square 现在叫block的贵公司来说 稍微比较陌生 那你要不要再稍微多聊一点 你在这个大中华区 还有你现在在台湾 扮演的角色啦 那或是遭遇疫情的 这段期间 那对于你 对于公司 或对于大中华台湾区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冲击呢 没有问题 对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之前的block 之前的square 现在block 我们的主要业务 就是这些都是 网络上公开的资讯 所以我也很开心 我可以再多介绍 然后让台湾的听众 也可以多了解这个公司 其实比较简单的去做联想 它就是很像中国的支付宝 跟微信 但是我们主要的市场 是在美国 欧洲 然后澳洲 还有加拿大 跟日本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国际扩张的计划 都一直在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跟Packpoint里面 那我们的 这个其实像支付宝 跟微信支付 只是业务的一块 一个事业群 但我们起家的部分呢 是透过硬体 当一个媒介 让我们的客户 我们客户实际上是商家 商家可以用我们的硬体 再加上我们提供给他们 免费的这些软体 去做他生意的交易 那我们会从每一笔的交易里面 去抽取一部分比例的 这个手续费 那其实从这边又衍生出来 很多的业务也很有趣 像是我们还可以放贷给 商家 我们的客户 那慢慢的演变 我们甚至在去年前年也 银行在美国也已经建立了 所以其实一开始起家的部分呢 就是在信用卡交易的这个业务里面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信用卡使用在台湾 不是一个非常普遍 而且已经好多年的一个服务了吗 为什么block在当时2009年成立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市场呢 实际上这个是在美国 其实even是中西部很多的区域 他可能现在还是非常 在非常常用这一些 比如说 线钞 然后或者是甚至还有一些 比较年长资深的 长辈们 他们是用这个check支票 所以其实当时这个credit card的 使用在美国 也不见得是大家想象 像在亚洲一样这样子的盛行 所以这是当时为什么 这个公司可以慢慢建立 在美国的这个市场 所以在这个部分 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cash app 就是比较像支付保费性的部分以外 我们还有像刚才我提的有银行 然后我们现在呢 也有新成立的一些 是群世专门跟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所以除了这些金融的业务以外 硬体软体整合的业务以外 我们甚至都还有 像音乐的平台Tidal 这个也是台湾的听众 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所以我们其实目前的事业群 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这也是为什么 以我过去的惯性 可能四五年 我会想要换一个挑战 可是其实我从加入square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我觉得我都还有好多的事情 可以在内部里面继续做 继续学习跟贡献 我都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司 那整个文化 也是非常的开放 然后跟支持每个员工 去成长到你自己 想要成长的那个状态 这个状态不是只有是 你是不是想要 变成什么people lead 或者是manager role 它也有可能是像 如果你是想要变成 很资深的这种IC 所谓的individual contributor的话 这个公司完全都是支持的 你要在内部去做任何的 工作的调整转换 然后或者是transfer到不同的团队 这个都是非常简单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非常推崇 square的文化 其实可以从 我怎么加入square 跟我老板怎么样去协商 他怎么样去支持我 一步一步的到 今天的状况 甚至我相信 还有更多未来的发展 这个是square 我觉得even在戏骨 大家会认为相对的开放 对于科技业啊 然后很多的新创啊 文化相对开放 跟接壤的环境之下 都不见得有像 Block这么样子的 在真正实行 他所说的 然后他所承诺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 一直很感谢我们公司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环境给员工 刚才IC好像有另外一个 两个问题是关于 目前在中国的团队 对不对 对 就是中国台湾 或是你们全球的营运 那对于疫情之下的冲击 但国家疫情的时间顺序不太一样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然后你们也是很早就 至少在美国 全球可能也是 就是使用这个远距工作 在家工作的一个公司 那你觉得对你们来说 当然一个是工作的部分 那在公司的 影运来说 你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我们的团队 还是以硬体的设计制造 跟开发 再加上供应链为主的 去协助我们的商家 可以拿到 从低阶到高阶 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硬体 去协助他们的business 那整个在疫情之后 其实对于这个团队 这个亚洲团队的影响 很有趣的是 很小很小 几乎到没有 这也是 我们公司 EVEN是在 疫情之前 就一直很推广 远距工作的文化 我们的创办人 他一直很鼓励我们 你工作的区域场景 不见得要是在办公室 而是你应该要找到一个 你觉得最有生产力 你可以最有创意的去发挥 去做你的工作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们在亚洲的团队 一直是 没有人要求我们要进办公室 我们一直是在 可能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供应商 去执行我们觉得 可以最有效率 完成工作的这个场所 那疫情之后 其实反而对于 亚洲的团队来讲 算是一个很容易去接轨 美国这边 然后我们其他区域 也要调整为 远距工作的这个状况 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转换 那对于在美国这边的 冲击会相对大 应该说美国跟其他区域的 冲击会相对大 尤其是那些平常 习惯进办公室的 就是它需要重新的去调整 这些所谓的远距文化 怎么样在工作 还有真的小孩 都在家里的状况之下 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去 做你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一两年半左右 大家基本上也是调试的 很差不多了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文化 我觉得是我自己也很欣赏的 然后我也感谢我们的领导团队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蛮精辟的一些观察 跟协助 就是在疫情开始减缓 尤其在美国开始减缓的时候 我们也开始开放 人工可以回办公室 可是我们的创办人 跟我们的领导团队就说 想要回办公室 不想要回办公室 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 可是我们的大会议室呢 不可以拿来做开大会的使用 你每一个人想要弯弯 你都可以book你的office 就book你的meeting room 可是任何大的review的meeting 我们不可以 就是让会议室是有这样子的 就不会enable会议室 去协助这些大的review 为什么 因为公司他这样子的做法 是想要让我们这些 身在所谓传统观念里面 总部以外的区域 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平等的 因为其实当你没有进去 这个会议室跟大家开会 就算是在美国的同事 如果你一个人远居开会 而其他很多人 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 其实你心里还是会有压力的 所以公司其实是有考量到这一点 所以很明确的说 都可以回去 但是我们的会议室呢 就不是像以前那样子的目的了 让大家开大会 不是 而是就是你想使用都可以 可是我们还是会顾虑到 每一个区域 因为现在公司越来越大了 亚洲欧洲 就是除了非洲以外 我们都有footprint 所以我们还是想要 maintain这两年半来 大家一样是在线上那样子 平等的感受 虽然时区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改变的 可是在可以控制的这些场景 远距离的这种平等上 公司是尽可能的做到 他们有办法做到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可以分享 所以你们目前现在就是疫情过后 其实是没有要求就是员工应该要回去上班了 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就是不回去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形态了 所以你们在招聘的这个人员上面 也不会受到地区的考量了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全球化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比如说台湾目前虽然说是可能是以硬体为主 但是其实如果也想要在台湾上班 然后是关于软体方面也非常欢迎了 对这个是一个也是很特殊的文化之一 其实可以从我加入Square 的确只要你是right talent 你的manager会协助你去做你的工作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国家或是区域 所以这个文化现在也是 只要我们就是hiring team 觉得你是我们想要一起工作的人 只要时区两个 就是hiring team跟这个candidate谈好 有办法在重叠的时间做沟通 一起工作 不管用怎么样的方式 因为其实不见得要同时系 很多事情是可以I think 所以只要这个部分谈好 我们没有一定说什么职缺一定要在哪里 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需要使用某一些 我这样讲好 比如说office team 这个有一些可能跟办公室 直接相关的这些同事 他可能还是有区域上的限制 可是我可以说就我的观察 90%以上的工作都是可以去协商 你想要的工作区域 譬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同事 本来都在旧金山啊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policy开始执行以后 大家都是美国四处跑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旧金山了 所以光美国团队在开会的时候都好几个时区重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跟独特blog的文化 那我也可以分享像我们的台湾分公司 但是在去年成立以后我们开始就有旧金山啊默尔粉的同事 也跟他的manager去谈 HR去谈然后relocate回来台湾 继续执行他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文化 我不见得在那里要有team 可是只要我的时区我有办法想我有方式想办法去配合 基本上公司跟你的主管都会协助你去达成 你希望你觉得最好的工作状态 是 所以疫情其实也改变了很多原本习惯的工作模式 然后让大家更习惯是用虚拟的会议啊 还有就是跨时区的工作方式哦 那我也想要请教wen就是因为身为科技业的主管 那特别是硬体方面你之前说 其实你们有很多的供应商是在中国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要大量的出差 那在我觉得可能这两年这个出差还有就是 可能也这个你怎么去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呢 那在疫情前跟疫情后你的观察是什么 这是很棒的问题 因为他跟其实每一个工作的人他都很贴切 就是工作跟生活之间哦 那其实我也很感恩我一直有很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地方去看去观察 那在工作跟生活之间 我其实一直不会要求我自己要是可能就是那种定义上完美的妈妈 就是无时无刻都是跟着跟小孩是比较常在一起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五六年来大家培养的一个默契 那的确我在疫情之前是非常频繁的出差情况之下 不是我一个人有办法达到这件事的 我一直觉得我不管是在工作上 我的团队甚至在我的生活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后援团队 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就是彼此去协调支持彼此的这个schedule 看怎么样尽量错开家里至少有一个大人在 然后我们两位的妈妈还有像我爸爸以前他也是都非常的协助我们在有一个人出差的时候可以协调 然后帮忙我们去有时候接送小孩这样 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都还要麻烦到我妹妹啊 我弟弟甚至我阿姨跟舅舅们这是事实 就是一个人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那我实际是很感恩我的先生他刚好也在同一个业界 所以他可以很理解我整个工作的状态 那像在这边就是我的会通常是可能有的时候六点甚至更早就开始开会 所以像早上小孩子的状况呢 就是可能是他基本上都是他协助比较多 那我就是下午的时间小孩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话 就是主要是我所以我们就是谈好 然后也有默契怎么样去一起分工 然后分担这些家里的事情 那我也一直很感谢家人们的帮忙 那其实疫情以后呢 的确我这两年半我直到四月底才出差 那我现在还在隔离当中 其实我觉得 这个这段没有出差的日子 他的确也让我去思考出差他的必要性跟意义 我承认他还是有他某些程度的必要性 尤其有一些in person的这些engagement 他是你无法去取代的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top 因为其实过去这两年半没有出差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完成交付了跟达到很多我们设定的目标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重新来检视 公司的资源可以怎么样做更好其他的分配 然后让他发挥更大的效益 但我其实觉得 其实在这个过程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思考 你想要怎么样的平衡在生活跟家庭当中 然后每一个家庭他有不同的默契跟模式 其实只要主要的stackholder都可以一起达到一个共识 那我觉得那就是你们家最好的方式 就像你说的你说家庭也是一种团队合作 不是只有工作 那在家庭要去分配大家彼此的时程 还有就是工作的分配 对就我觉得这个团队合作精神 好像在科技也格外的被重视 那我想问你跟你的先生 好像也都在这个矽谷科技公司 你会不会觉得说台湾跟矽谷的这些连结 还有工作文化上的一些 就算是这些年的眼镜 你有观察到在你的生活周遭的一些 像你们从一个制造业到了一个外商科技公司 可是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资讯行业 然后到了一个最新的 你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上的差别 然后以及或者说你觉得这对台湾的科技业 从业人员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有这三个公司我待过的三个公司的文化都很不一样 那的确鸿海它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想象比较传统的台式文化 可是我们那个事业群刚好很特别 因为它完全做Apple的account 所以我们其实是当时在 有听说那个做谁的声音 那个BU就会长得像谁 是的 我们的文化的确比较美式 我记得我在那几年没有打过卡 这个是好像 我会说在大陆场区 这其实是不常见的状况 我们的文化的确当时 对其实可是我要讲了 那个是15、6、15年前的事情 可能现在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了 但是当时我没有 我记得我们没有被要求你要穿制服啦 然后还有就是 别的BU都还 BG都还有 然后也没有说你要打卡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 我觉得我一直经历的文化还是相对的美式 那的确在鸿海时期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主管 尤其我面对的事 其实是中间断掉好几层 直接面对一个大主管的那个状况 他不见得会那么有耐心的去跟你沟通 可是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个权威性还是在的 你比较少有空间去跟你的 我当时的直属主管去协调 我觉得比较美 那我在Bill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相对性非常西方 然后人性化的一些文化 这个是我当时从鸿海到Dale时期 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自己的确是一个人被对待的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你的主管商量 那整个我觉得在Dale时期 我就有一些比较 我有看到一些是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的美国科技公司 在台湾开始建立很大的团队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我看到的状况它不见得是问题 也就是说台湾的软体跟硬体的人才 是的确非常的solid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吸引了这一些 不管是Amazon啊 甚至Facebook啊 然后还有Google啊 都来台湾建立非常非常大的团队 可是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每一个人的工作可能就被分得比较细 那短期来讲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你工作的目标 可是中长期来讲 我觉得对当时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觉得工作变得比较慢慢的 没那么有挑战性 我会想要去求新 然后想要做不同的事情 再take more challenges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common的 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主题 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在台湾建立这么大的团队以后 你要怎么样去 sustain你的人才 让他always觉得是stretched 然后是觉得很challenged 他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passion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些大科技公司可以 可以去想的一个主题 我不能说是问题 但是我在Block的整个经验是 我觉得那个文化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开放 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在Block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我不用担心我说出这个话 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为我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每一个人都会很欢迎你的 不管是想法 然后你的回馈 你的问题 因为你的问题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别人只是没有问而已 所以我在这五六年Square的这个 应该说习惯之下 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去在意 我可能别人会怎么误会我 或者怎么想 因为我会觉得 我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给理清 然后我也不会去避免 我不怕有冲突 我不会说我为了避免这个冲突 而不愿意去做沟通 或者是就是干脆不去理这个问题 不会 我反而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有建设性的solution 只要大家团队都有共同的 这个组织 这个团队是有共同的目标 什么事情都能谈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Block里面 一直学习到很多 我自己很喜欢的文化跟做事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间接的影响 我跟我的小孩的相处 譬如说刚才Cathy问的那个问题 我可能常常出差不在小孩身边 可是我却发现说 我在每个地方看到的事情 接触到的人事物 还有我先生的也是 实际上我们可以带给小孩的观点 也不太一样 每个家里带给每个家庭 给小孩的东西养分都不太一样 那我会觉得像我的小孩 他的确平均而言 他们就比较多跟国外接触的机会 然后我们也因为跟国外的团队 一直在工作 我们知道亚洲的人才 以我们目前现在的团队来讲 比较普遍看到的一些共同的部分 就是共同的area 是我们可以做调整改善的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是蛮实际的 我们毕竟还是在外商 那你想要去拿到 你需要的资源 你需要的注意 你必须要去学习 你怎么去跟 西方的这些领导团队 去做一些协商 你怎么去跟他谈 怎么拿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我发现 这些经验 会让我跟我先生 非常有意识的 去培养我们家的小孩 从小就鼓励他们 有机会就站到台上去说话 我们家的小孩是 他只要学校有一些 上台讲话的一些表演或比赛 不用得名 只要他愿意去take这个比赛 我们家都是有奖励的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礼拜的free time 不管他 所以这在我们家的确是 我们很有意识 在培养小孩这一块的能力 我想这个 Win呢 真的也是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也是亚洲的团队跟 比如说在美国这边本地的团队 有时候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落差 所以我也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 如果对于想投身外商科技业 或者是外派工作的听众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其实在外商科技业的工作 我会鼓励大家很诚实的问自己 很公平的问自己 外商的工作真的适合我吗 那我为什么想要去外商 因为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毕竟在台资也待过 然后在两个外商 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 的确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 让你比较沮丧的状况 比如说 决策中心有的时候 因为失去的关系 你可能谈好的事情 在最后 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改变了 这个是我会 以前啊 会比较觉得 不是这么舒服的部分 可是你可以了解到 有时候失去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 但是你在台商 这个状况基本上不太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回来 问一下每一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选外商 其实像我就算 我曾经问过我自己 当我遇到那样子 我觉得沮丧的状况 或者是我的英文就不是 native speaker嘛 我永远已经没有办法 去像他们有一样的成长文化 这件事情也曾经 让我有点困扰 虽然我觉得沟通上都没有问题 可是那个文化是 你没有办法去补足的 那我就回来问我自己啊 我会因为这个文化的局限 还有有的时候失去的局限 如果让我今天重新选择 那我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 我觉得这边我也特别要讲一下 因为我其实在今年 我也有自己的就是生活教练 那我觉得在这一块 我的确 他的确帮帮我很多 我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 这些点 当然每一个人 他考虑的面向不一样是 如果你今天 真的对于外商的科技 也很有兴趣 那我会建议你 你不用在意你的语言能力 太去计较 你是不是讲得很精确的字啊 或是你的发音啊 你的沟通 我觉得你还是要拥有 不管你在哪里 你都要拥有你自己的观点 跟见解 你的说话才会 你才会有内容去跟人家谈嘛 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心态是 你愿意去沟通 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困扰 你愿意去沟通 因为我觉得外商的文化 还是跟亚洲的这个公司文化 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是很愿意去听 去帮助你解决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 当你的问题被unblock了 你成长 你的主管跟你的团队才会成长 这个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外商文化 没有任何的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至少我感觉到 都是无条件的去协助 所以这个是我 我觉得在你怎么去沟通 愿意去沟通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外商文化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这也是我会推荐给想要进 外商科技业的这个 的Talent 那关于外派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这个是我一直跟Young Talent说 从我自己在第一个工作 然后三四年都在中国 然后后面就是也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去看 只要有外派的工作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 没有家庭跟小孩子的这个因素在 就去做吧 就去Tag Risk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 世界上跟你原本相处的环境啊 你遇到的人事物很不一样的状况 这些都是为来帮助 每一个人成长很好很好的养分 你会在这过程当中遇到怎么样的人 你会经历怎么样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可是当你是很心胸开放的去观察 你会觉得至少你生活是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建议啊 非常谢谢今天Wayne跟我们分享很多 他在Block这家公司 还有在之前呢 就与在鸿海以及Del这段时间的这个认知 我相信就是从Wayne的分享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 虽然在台湾 但是呢 他如何跟国际接轨 然后在外商里面的工作文化 以及从他的分享里面 我们也听到很多Block 很独特的矽谷创业文化 好我们今天再次感谢Wayne 今天为我们带来非常好的分享 然后我跟你学习非常多 谢谢 别这么说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Facebook粉丝页 还有社团留言哦 也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QuickPath 也都上线了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 找到矽谷为什么 再次感谢国家会 Stop Island Taiwan 和书惠世代Mid 双眼小鸡的独家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